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今天在谈言结晶 今天所讲的这个言结晶 是很高超的 也是无上的 也是令人不可思宜的 还有呢 很多人都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底下这一段的经文 你能够意会融通 甚至于你能够去实践 你就得到大圆满的智慧 而这一段呢 是很难思宜 也不可思宜 也是佛陀 在他说法当中啊 可以讲 是无上智慧的一种显露 我念经文 善男子 一切的障碍 既是究竟绝 得念思念 无非解脱 智慧 成法 破法 戒民 涅槃 智慧 余子 通为般业 菩萨 菩萨 菩萨外道所成就法 同是菩提 无明 无明 真如 无意 敬戒 诸 戒 定慧 即 淫 怒 直 既是 还行 众生 国土 同 一 法 性 第一 天公 戒 是 净土 有性 无性 其成佛道 一切烦恼 必 尽解脱 法界海会 造了诸相犹如虚空 此名如来随顺杰性 善男子 但诸菩萨即莫是众生 既一切时日不起妄念 以诸妄心 依不熄灭 诸妄想 尽不佳了知 以物了知 不便真实 彼诸众生 闻是法门 信解受此 不生敬畏 是者名为随顺杰性 善男子 你等当知 如是众生已成供养百千万亿 横河沙诸佛 即大菩萨 直重得本 佛说世人名为成就一切种智 而使世尊义 重宣此义 而说寄言 这一段经文 大家听了 有什么 接受没有 这是大言满境界 释迦牟尼佛讲的 这个不是我讲的 我解释给大家听 一切障碍 都是究竟 我们本来就是 对障碍方面来讲起来 我们都是很那个的 很厌烦的 怎么有那么多的障碍呢? 学佛成佛 怎么有那么多障碍呢? 佛陀讲 一切障碍 都是究竟 得念思念 无非解脱 你完全清净了 无念了 跟有杂念了 通通通都是解脱 也就是障碍等于究竟 杂念 杂念就是无念 成法破法 借名涅槃 你成就所有的佛法 跟破坏所有的佛法 通通叫涅槃 智慧 智慧 余子 很聪明的 跟很疑笨的 通通叫般涅槃 你是一个行菩萨道的 跟一个行外道的 心内求法跟心外求法的 同样都是菩提 你完全无知的 跟佛啊 没有两样 也就是讲 也就是讲 白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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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佛啊 没有两样的 白子就是佛 佛等于白子 无明真如 无意境界 戒定慧 跟你修戒 修定 修慧 跟邪淫 愤怒 余子 都是亲近的行为 凡行 就是亲近的行为 你邪淫啊 你愤怒啊 你移植啊 都是亲近的行为 众生国土统一法性 所有的众生 跟三合大地 都是同样的 在地义里面啊 跟在天上 都是净土 第一也是净土啊 畜生也是净土啊 恶鬼也是净土 有性无性 其成佛道 不管你有没有佛性 有佛性的跟没有佛性的 通通都成佛 一切烦恼必尽解脱 烦恼越多越好 因为烦恼就是解脱了 啊 讲这些已经很够了 后面所讲的就是解释前面的 所有的众生啊 听到这一种火门啊 你不要害怕 不要精畏 不要精畏 不害怕 不精畏 你能够相信 能够去深入 去受持 这是如来的随顺结性 这个是如来的境界 是佛的境界 我们讲了四个性 凡夫性 这个未入性 已入性 现在是如来性 如来性就是这样子的 要知道啊 像这样子的众生 能够理解深入 而且去行持的众生 他已经曾经供养百千万亿 即横河沙诸佛 及所有大菩萨 他有这样子的善根 这种人啊 就成就一切的种子 有很多人看到这一段 你假如能够深解他的异地 就叫做大盐满 你能 你不能深解如此的异地 你再落入二层 不知道你们听啊 啊 有什么感觉没有 这当中有讲 邪淫也是清净 愤怒生气也是清净 愚子也是清净 很多人认为说佛陀讲这种经 不可思议 没有办法接受 你还是去守这个守戒吧 修定吧 这个产生智慧吧 怎么解释 我问大家 颜结经里面讲这个最高的如来性 怎么是这样子呢 一切障碍就是究竟 这个有杂念没有杂念 都是解脱 这个成就佛法去破坏佛法 都叫涅槃 知慧余子 通通都是知慧 这菩萨外道 同是菩提 无名真如 没有两样 借定慧就是以怒指 众生国土统一法性 地义天公通通都是净土 有性无性通通成佛 烦恼一切烦恼 就是解脱 好 读这段经文 哪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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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知道 这个本身来讲起来 所谓大圆满的境界 是一不是恶 一还是多了 不是恶 你知道这里面是相对的 真理是绝对的 没有相对的 真理是无善无恶的 不止两边的 不止两边的 所以这里面呢 成法破法都是两边 得念思念都是两边 知慧移植都是两边 无名真如都是两边 戒定慧与怒直都是两边 如何把它变成一 就是如来性 这个是大密教大圆满的境界 就是在这里 你想想看 在空性里面 哪里有障碍 没有障碍的 哪里有究竟 究竟也不过是一个名相 在空性里哪里有杂念 哪里有什么德念 德念也没有的 在空性里面 什么叫成呢 根本成不了什么 什么叫思呢 哪里有思 哪里有思 空性里面哪里有智慧啊 哪里有遗旨啊 空性里面哪里有菩萨啊 哪里有外道啊 在空性里面哪里有无名啊 哪里有真如 真如死只是一个名相 空性里面哪 还要戒定慧吗 还有淫怒直吗 还有众生吗 还有国土吗 空性里面啊 空性里面还有什么地义吗 还有天公吗 什么叫有性无性呢 通通通一扫而空 空性里面哪里有烦恼啊 哪里有什么叫解脱 根本不需要解脱 根本就没有烦恼 根本也不需要解脱 法界海会造了诸相犹如虚空 这个是大圆满 这是佛陀 释迦牟尼佛讲最高的境界的大圆满 只有谁去实践这个大圆满 莲花生大事实践了大圆满 莲花生大事 用邪淫的方法度众生 他是在度众生 他不是在邪淫 以邪淫的形式度化众生 是莲花生大事 莲花生大事他杀人 照理说是犯杀戒的 但是他杀生就是度化 就是超度 这个只有莲花生大事才做得到 我们做不到的 莲花生大事他的表现 他菩萨的表现 就是执 就是移植 要知道莲师本身有很多的活母 但是他是一种度化众生 一种度化众生的方法 所以这是淫 那些不信奉莲 那些不信奉莲师的人 他杀生 但是杀了以后就把他超度 到清净的佛国 这是怒 他的一切行为 他的一切行为是执 这个只有莲师才做得到 这都是一种转化 但是这个是大乘异地 密教里面的离记 密教里面的离记 这个才是大严满 他做了一怒之 却是清净的行为 他是做了清净的行为 不含一点一点一滴的 一种这个一点一滴的这种恶业在里面 所以既是凡行 这句话你能够理解吗 通通都是凡行 什么叫凡行 就是清净的修行的行为 叫做凡行 凡目指 既然是清净修行的行为 这不是我讲的 这是元结经里面佛陀讲的 但是你要能够深入他的异地 你才能够明白他的真谛在哪里 你能够转化吗 你能够自足吗 你能够深乏吗 你有那么大的能力吗 但是你假如到这种境界的时候 大严满的境界里面 一切的行为既是凡行 一静就是一切通通都清净 只有佛陀才能够讲出这样子的话出来 哪里有什么障碍呢 障碍都是没有的都是空的 也不用求解脱 因为本来就没有人绑你 就算你去破坏佛法 去成就佛法 也都是虚无的 就算你最聪明的 跟最笨的 都是智慧啊 你是中国人讲的大智若疑 大疑若智 大智不是疑吗 大疑不是智吗 像我这样子笨笨的 像我这样子笨的人 好像有点智慧 我表现得很聪明的样子 其实我笨的要死 我笨的要死 真的是笨的要死 不管你是聪明的 你是疑传的 都是佛 行菩萨道的 行外道的 心内求法 心外求法 在空性里面根本没有 同样都是菩提 无明跟真如 没有两样 借定费就是淫募值 同样一个法性 你亲近的人啊 亲近的人啊 到地狱去 地狱也是天堂 一静一切静 地狱啊 畜生啊 恶鬼 阿修罗 都是天堂 都是佛徒 其实根本就没有 你真正得到大圆满的人 照破山河大地 地狱也化为空 畜生也化为空 恶鬼也化为空 阿修罗也化为空 一切都是大圆满 圆满的 不管你是有没有佛性 通通成佛道 一切烦恼必尽解脱 你还有什么烦恼呢 烦恼在空性里面等于 零 零 解脱是什么呢 解脱只是一个明相 根本不需要解脱 终于讲了 这个就是如来信 法界的海慧 法界像海一样这么大的智慧 造了诸相犹如虚空 一切的明相都是虚空 一切的明相都是虚空 听到这个法门 不要害怕 我都讲了 不用害怕什么 都不用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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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对了 你能够相信 能够深入气节 能够受持 你就是第一个最有费根的人 你呀 百千亿劫 曾经供养如来大菩萨 中了很多的 所有的德 这种人哪 是成就一切种子 这一段经典太深 一般凡夫没有办法接受 一般人没有办法接受 有很多人说 这个佛教 就是要吃素 就是要行善 就是要守五戒 对不对 对 对不对 不对 也对也不对 怎么回事 你在最初修行的时候 你要吃素 要守戒 要行善 但是你到了这个大圆满的境界 你进入完全的空性里面 你得到了佛性 你心能够自主 你心如宜宙 容一切万物万象于心中 你的一切的行 已经超越了一般世俗 你把一切的所有淫怒值 通通观成佛性 都是清净的行为 你能够把所有的一切的行为 全部转化成为空性 这就是佛陀讲的 如来性 就是圆满的结物 我这样子讲 也许你们还是 没有办法接受 一般来讲 假如是说 这个录影带 放出来 给一般人看 一般人 都要晕倒 一听到 那到底是 佛法是什么呢 他们会搞不懂的 那怎么办呢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这个能办 不能办 也一样全部解脱 有讲也就等于没有讲 没有讲也就等于有讲 同样都是空性 都是大严满 你们 那么你们会问啊 怎么写 那世尊教我们 怎么写 你们要皈依真佛中 我就教你们 你们皈依啦 按照次第来修 按次第来修 你要把自己的佛性显弱了以后 你才能够了解这段经文的 才能够完全了解的 你佛性还没有显弱的时候啊 你没有办法接受这段经文的 你要知道真理是一样 是大严满 没有一样事情是不对的 你说是赢 你说是赢 我说是正 你说是正 我说还是正啊 正就是正 你说是愤怒 他是超度啊 你说是移植 不是 菩萨不移植吗 菩萨不是很笨吗 他生生世世 要来沙婆世界度化众生 不是很笨吗 他是最移植的行为啊 所谓大慈悲 有独特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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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通都看成一样 去奉求也没关系 他给人家修复也没关系 他不是很笨吗 这个就是直啊 阿菩萨行慈悲 给人家修复 要万般的忍 那不是很移植吗 聪明人不做这种事情 这个就是菩萨就是直啊 金刚就是怒啊 佛就是淫啊 这种当然 啊 师尊也是照着经文讲 本来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 我不想讲 为什么呢 因为一般的凡夫 没有境界不到 没有办法接受的 大圆满的空性里面 本来就是zero 就是一个零 就是一个大圆满一个零 没有什么东西存在 所以佛陀讲 没有障碍 一切障碍 没有障碍 没有杂念 没有破坏 没有破坏 没有移植 没有外道 没有无名 没有淫路值 没有地义 没有一切烦恼 当这些全部通通通没有 通通有 也通通都是没有的时候 当你体会到通通都是有 但也通通都是没有的时候 你就是空性 就是如来性 就是如来 这样清楚了没有 这样有成功 你这个东西明明存在的 但是在你的 圆满的捷物当中 也通通都是没有的时候 你就是如来性 后面这一段 后面这一段 比诸众生 闻似法门 信解受之 不生精畏 事者名为 随顺杰性 这一段就是叫你不要去执着 不要去执着 不要去执着几个字 不执 像这样子的人 就是 曾经供养百千万亿恒河沙诸佛的人 这颜结经讲到这一段 这是密教的大阎满 莲华生大士 以前在教我这个大阎满法的时候 他就提示到这一点 他就已经讲到这个 他告诉我 在大阎满的境界里面 是什么都有 也就是什么都没有 当你体会到什么都没有 诸有就是诸无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是大阎满的时候 像这样子的 超高级的智慧 不是一般的人所能够明白的 佛陀讲《颜结经》 原来这一本《颜结经》 其实就是大阎满 是 《颜结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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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都是转化的 《颜结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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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只为了圆满的空性而做的 他是为了圆满的空性而做的这些事情的 想想看 沙僧转化成为超度 是真有大能力 真有如来的实力 可以把沙僧的东西超度到清净的佛国 是真有大的能力 能够显化遗旨的菩萨 一直在沙婆世界度众生 他真的有大能力 可以使一般有贪欲的人 转化成为清净 所以这个都是清净的繁形 好吧 我今天说法就讲到这里 阿满阿满阿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